低利通膨時代下 如何聰明錢賺錢才是王道 縱觀所有理財商品 除了基金股票之外 房地產更為穩健保值 我覺得如果年輕人有機會 比如這個年終獎金好好存起來 再加上你之前的儲蓄 三分之一留給就是 可能固定的支出 然後另外的七成 如果為了有再買房 可以把它拿成 當成投期款的一種方案 所以等於是說 你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去做一個儲蓄的投資 未來如果等入住5年之後 你覺得你有小孩子 可以再換到更大的房子 年關將近 上班族最為期待的 當然是年終入代 每年科技金融業的年終數字 令人羨慕 甚至百萬級的年終獎金 也不在少數 此時不妨多多善用 年終的一桶金 作為自備款 升級當有防疫族 選房要點當選有市府進駐 公園綠意環繞 交通便利的區塊 生活機能潛力無窮 我們還是建議 第一個就是有好的學區 第二個可能你周遭有捷運或高鐵站 第三個如果你的面臨有公園 那你整個生活相對會比較安靜 也比較方便一點點 然而買房就要跟著政府建設力多走 繼信義計畫區 新版特區之後 新北第二行政中心選址三重 帶動新北信義計畫區快速成型 加上周邊的301公頃 新北科技園區 軌道經濟 廣闊的工人綠地 高級住宅區以及水岸休憩景觀 高速帶動區域都市更新 翻轉新北大未來 不管投資資產或自助組買房 都想要增值空間 此時如何挑選高潛力產品就很重要 大型工件議題帶動區域發展性 位處新北信義計畫區 正核心的指標大案都聽大院 百年一遇同步市府建設開發 賣氣稱霸全台 人儲房價凹陷區 未來增值潛力強勁 我們來自行新北京的 我們來自行的 靈北信義計畫區 一樣 公司 人儲房 時候